什麼 任天堂老闆走了 他看起來還很年輕的說 任天堂社長顏田聰昨天傳出 因為膽道重傷失事 享年55歲 現在公司由竹田宣揚 以及公本貌所接手 唉 這真是個令人難過的消息 來看我們的整理報導吧 日本遊戲大廠任天堂社長顏田聰 去年曾缺席美國一三電玩展 傳出應接受膽管癌手術 而身體狀況欠佳 昨日則由任天堂官方發布副報 公開嚴田聰因膽道重陽逝世 享年55歲 嚴田聰被稱為天才城市設計師 從在學時代就進入任天堂旗下的研究中心 專任遊戲城市編傳 而後加入任天堂本社擔任經營企劃部長 在2002年後成為第四代社長 也是非山內浦家族成員擔任社長的第一人 在發表會線上直播場合上 嚴田聰會親自發布重大訊息 玩家們對他的面孔一定不陌生 近幾年嚴田聰致力於主機與遊戲獨佔發展 WiiU的銷售時期低迷 一直是嚴田聰與任天堂最頭痛的事 未來將由竹田懸揚及公本帽接手管理 任天堂旗下遊戲硬體是否將開放與兩大主機場合作 就請鎖定我們的後續報導囉 歡迎收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